毛宝贝来到医院好紧张 乖乖趴在妈妈怀里 等着洗牙拔牙 不仅这些要花钱 四主说每个月还有固定药费一千块 这些都算基本 如果宠物年纪大了 照护上更烧钱 我们有一只狗狗要做针灸 所以每次回来都会有做针灸啊 一些电疗 那个都要花到一千四左右的金额 每周针灸一次 一个月就要五千六百元 宠物照护上更不用说 还有不定期的皮肤 肠胃牙齿就诊 因此很多四主会选择投包宠物险 根据受益师透露 平均来讲四主年早五到六千 门诊能补一千五到两千 住院单次补八千到一万 书写也有约一千五 手数更有三到五万 在我们这边就诊案子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百分之家长 是有做宠物险的投保的 现在听到的是可能投保的意愿 因为加速的选择变少 保费的提高 或者是说可能有指定医院的关系 所以他可能会选择的部分 慢慢比例又会慢慢变少 之所以理配条件会越来越严格 就是因为宠物险的损失率超过百分之两百 富邦 华南 赵峰 中信 都纷纷宣布要停产宠物险 而郭泰宠物险也变严格 产险工会就订定宠物险的参考条例 工会版的宠物险预计在九月上限 如果这个工版出来他要把它调整到九十天 那确实就会变得相对来说比较严格 特别出来责任 工版的就是像一些可能门针检查 那最有争议的东西其实就是亚洲 另外也限定指城堡工完赏伴侣 而且已经登记并植入晶片的毛孩 排除繁殖狩猎工作医学用途的猫狗 大家很关心的保费 目前尚未清楚定义 但保金人员认为 未来有可能会调升基础门槛 四族买不买单 恐怕还是见仁见智 旅客新闻 时空商品节台北相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景应许